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顺为凡 逆为先 大千未面 万界仓去 修仙者 利用传颂阵 横跨时空 寻仙道神徒 燃天地逢遍 空间裂动风暴 步道星空 浩渺乾坤 修仙者 几度 闲死还生 成者问顶巅峰 亡者陨落凡尘 因无数天之教子 尽折腰 本来前往上古战场的傅妍等人 同样滴落到了一处 神秘大狱之中 徐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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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姨墮飘 本来是未博 石 section 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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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什么时候能够变回去啊 你这个样子 我着实有点不太习惯 对不起啊 老公 我现在形态不是太稳定 我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够变回去 老公是不喜欢我现在这样吗 不是 不是 就这样吧 这样也挺好 好 老公 我们在这荒山野岭 都已经转了一个多月了 这就是个巨大的迷阵 根本走不出去 算上刚才那头麒麟 我们已经斩杀二十三只药兽了 再这样下去 我们迟早变成他们的典型 你以为我想啊 本来是要去上古战场的 谁能想到 这传送阵还能遇到空间裂缝 也不知道其他人被送到哪儿去了 那也比这坡地方强啊 至少没那么多妖兽 老公 你斩杀了那么多妖兽 修为应该提升不少 怎么不增反将呢 我也纳闷呢 这么多天打打杀杀的 元英初级的修为不但没有提升 反而降了两个等级 现在是结旦后期 真是见了鬼了 算了 不想了 走吧 老公小心 我也感觉到了 什么种下 不知道 有股死亡气息 很强大 你谁呀 本人 乃踏天上人临踏天 八百年前 杜劫失败 将元英隐匿在这冰陵水域之中 转发鬼羞 立官太久 所以出来看看 小辈不必惊慌 老公 不要听信他一念之词 建林从未听说过 杜劫失败 元英还能转修鬼陷的 能让元英春秋 已经很不容易了 一定是骗人的 倒是一支品阶不错的建林啊 可惜只有千年的修行 却怎知世间修仙之奥妙 这鬼修之法 分财阴 巨破 化形 视魂 夺体 之后便可转世重生 依旧能够渡劫飞生 成就鬼仙 懂了吧 哼 要来 去 我来 丹城 这是本上人 用一念承担之法 以自身灵气辅助 炼制而成的二品攻击丹药 爆裂丸 他的实力 可抵得上 杰丹初期修仙者的权力一击 鬼才信 弹武装修 老公 看来他说的是真的 如果他有意要加害我们 我们根本不是对手 你要干嘛呀 小子 来到这片森林 你的修为是不是不升反降啊 你怎么知道 这冰陵水域以你的魂魄运养 恰防老夫这段时期突破化形期 急需借用一些外力 所以就吸收了你的一点点灵力 原来是这样啊 你一个糟老头子 为了提升自己的行为 牺牲别人的行为 你还要脸吗你 一派胡言 老夫乃堂堂鬼修试魂器 实力堪比先修分神器 八品单胜 怎会占你一个小小 结丹期修仙者的便宜 老夫这次出来见你 就是为了带你走出这片森林 你能帮我们走出这里啊 看来在突破失魂期前 还是不能在外面待太长时间 这片森林被高人设下八卦九宫阵 只有在森林里找到终无所在的位置 才能找到破解之法 你为什么帮我们啊 你是不是永远吸我灵气啊 小子 我连踏天一生行事 向来都是欠一还食 这次不但要带你走出这片森林 还要传授你炼丹之法 让你耽误同修 至于掉落的那点小小的境界 就不要再提了 炼丹的事以后再说 现在知道怎么出去了 还是赶紧走吧 这小子有点意思 带九旅一 左三右七 二四为坚 六八为足 五居中央 你需要先以天罡九星确定防卫 按照星宿一说 天罡九星中的陆存 右臂 破军 灿狼四季 分别以正东 正南 正西 正北 闻取星为东南 巨门星为西南 五曲星为西北 左辅星为东北 连真星居中 而九宫数字 恰与天罡九星会合 与九星中连真星对应的数字五 即是阵言 出口在湖水中央 就看你敢不敢下去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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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兰莫伊拜见师尊 起来吧 是 世尊不是在闭关修炼吗 为何如此着急传唤徒儿 我正在修炼的紧急关头 这只是一缕分神来与你相见 方才此人出现在九宫森林之中 而且还破了九宫迷阵 九宫森林与世格局 此人是怎么进去的 世人只知道九宫森林夭兽肆虐 乃人族禁地 却不知道 九宫森林还是域外空间 进入受人域的唯一通道 当年妖兽作乱 残害森林 师祖舍弃了百年的修为 设下这九宫八卦阵 将它们约束在了九宫森林里 如今域外来人 并且精通九宫八卦的悬术 秉姓纯良也就罢了 若是心术不正者 放出那九宫森林的妖兽 那就是受人域和我国的灾难 为师这次换你前来 就是想命你速速下山查明此人 能轻易地破除九宫阵法之人 绝非等闲之辈 你行事万不可鲁莽 若有消息 立刻以传音符向我禀报 是 去吧 天都黑了 刚才那是什么东西啊 老头呢 方才那只怪兽应该只是阵眼的幻想 老公不必惊慌 那位老者已经回到玉佩之中了 哦 我去 刚才那什么玩意儿 他要看不起…… 好 好 好 宝贝 好 好 好 있어서 在哪里 abo 过 偶 UE 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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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 看一看 新鲜的手指成 尺脉舞秀华丽 来一个客官 来一个 两百秀华碧一只 来一个 来看看 新鲜的手指成 买只受人带回家 发财致富全靠他 客官 买只受人吧 看看 都是五年口 年轻力壮 怎么样 年轻有劲 买一只吧 客官 买一只吧 客官 买一只吧 你起来拉错 这么点都拉不动 拉不动 拉不动 走 走走走走走 快点 这兽华城 到底是什么地方 这些兽人看起来 太可怜了 此人同情弱小 帮助受人 倒不像是奸恶之人 不行 我得想办法接近他才行 停下来 撂到了 起来呀 你倒在地上 你起呀起来呀 corps 狠 inflam 救命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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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怎么又说了 你这个废物 可不是嘛 我今天能输了三场 真会起 是 是我杨子萱 受含玉第一连难师 三星单踪啊 别说啊 他随手劣志就是一枚助元丹 能让人青春永住呢 真的 子萱哥哥 小姐你慢点啊 子萱哥哥 你怎么来了呀 又输了 刚买的一只 上场不到半株香的时间 就被咬死了 还是被他亲弟弟咬死的 你说气不气人 没事 灵儿要是喜欢的话 再买一只就是了 真的 还是我子萱哥哥对我好 对了子萱哥哥 明天咱们去灯花集市吧 听说那可热闹了 灵儿 我这次过来 就是要特意跟你说一下 一会儿 我就要闭关练丹了 这两天 可能没时间陪你了 又要练丹了 好了 走吧 先去吃饭 好帅啊 那才是风采 你看人家 郎才女貌 简直天生一顿 真是长得一表人才啊 怎么了子萱哥哥 看什么呢 没事 走吧 开开了 开开 走过路过 千万不要错过 一会儿 小子 大人感觉到一股上骨气息 凝儿不散 有好东西 你赶紧给我找找 凭什么呀 你费什么话 行不行 我再把你丢回九宫森林哪 找就找 超这啥 都关玉佩你还得嚣张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丹奴 气息就是从里面发出的 恐怕是古遗迹里面的宝贝 有了它 老夫就可以炼制八品青木长生丹 换成老夫一生的宿愿 那我这什么呢 赶快给老夫买下来 对了 千万不要让人觉察到 你要买这个丹炉啊 像这样的宝贝被别人知道了 恐怕上穷碧落下黄泉 都要得到它 可是 我没钱呢 你怎么能让我去抢啊 我妈从小可教育我 吃喝瓢土出来吃 啥也不让干的 哼 老夫不管 你自己想办法 否则 你就和那些妖兽为伴吧 怎么还不讲道理呢 喂 自己嘀咕半天 你到底买什么东西 我直接看看 这个多少钱 三百寿华币 卧槽 这么贵 这个呢 两个卧槽 你怎么还学说话呢 这是啥呀 藏宝图 多少钱 两百寿华币 这明显就是一张残破的藏宝图 两百寿华币太贵了吧 这如果是一张完整的藏宝图 你会卖吗 这个多少钱 二十寿华币 你这又不是什么宝贝 要二十寿华币太贵了吧 这如果是一个宝贝 二十寿华币 你会卖吗 我说你这个人 你怎么老是反问我呢 你到底买不买 我狂刀三尺浪 最烦默契的家伙 不买 赶紧走 行刀给我买 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两百买你这张藏宝图 然后你再把这个不值钱的小单卢送给我 可以 你不给我讨价还家 你到底买不买 这个多少钱 这位姑娘真是好眼光啊 这个龙凤卑只需要五百寿华币 这个我要了 余下的钱 就帮这位公子一并付了 好说好说 姑娘等一下 我就想问问你叫什么名字 还有 这钱我怎么还给你啊 我叫兰莫一 你要是有钱还我了 就来一品楼找我 小子 别愣着了 赶紧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老夫要炼丹了 小子 小子 别愣着了 小子 别愣着了 赶紧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不说你要炼丹吗 你怎么又交起我来了呀 炼丹师按星品划分 一星为师 二星为师 三星为宗 四星为君 五星为王 六星为帝 七星为尊 至于如五般八星丹圣 放眼整个修仙界都凤毛麟角 可与仙人并肩而立 那又怎么样 丹道是一门穷尽宇宙变化的大道 炼道极致天地为鲁 五行元气为火 凝聚道后可凭空炼丹 一旦成仙 但是想要成为炼丹师 并非一朝一夕 除非是天生的武学奇才 但是这种人却是万众无依啊 很明显 我就是这种人 认真听 了解炼丹师后 老夫再教你一些 基本的炼丹法门 炼丹基本分为 选材 驱火 施法 龙丹 四个步骤 选材字不用说 越是珍贵 越能炼出高品阶丹药 重点是在驱火 大部分激发的都是五行之火 受鼠星限制 只能炼制金木水火土 丹一鼠星丹药 除此之外 还有在五行之火之上的丹葵之火 可不受五行约束 炼制五行丹 再上面 就是神火体制的三昧真火 至于传说中的九昧离火 相传只有西昆仑贤人拥有 那是让老夫爷仰望的存在 那你用的是什么火呀 三昧真火 红孩儿啊 什么红孩儿绿孩儿 老夫堂堂丹圣 竟然和一个对炼丹一窍不通的 毛头小子说这么多废话 这是一瓶洗碎丹材料 按照老夫要求去炼 先按照全身大小周天 运转体内灵气 再将灵气有中满学 体制玉缺学 制九尾学 制弹中学 制七门学 制制百贵学 制制环控 也控火绝 新神归一 以神念控制灵气 汇集十指伤阳学 压缩灵气 化气为火 这五星之火的颜色 为金 青 玄黄 淡蓝 和红 灵魁为紫 三昧是黑 他这白色 是什么大火 等等等等 先以神念控制火温 去除血红火杂质 怎么快 二品真元丹 这小子竟然一刚刚入门一星丹 是修为 将一品洗髓丹提纯 到了二品真元丹 这二品真元丹 虽然所需材料一样 但修为不同 却千差万别 看来这小子 达到几分炼丹的天赋 怎么样 我都说过 我是万中无一的武学奇才吧 你已经是一星丹士了 不过炼出了二品真元丹 资质不错 那照你这么说 我现在应该算是 二星炼丹士了 除了境界没达到 可以这么说吧 小子 老夫教你炼丹 是不想欠你人情 还有 老夫要炼制一枚 八品青木长生丹 你且守好庙门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不要让外人打扰 你也不得入内 明白了吗 我都是万中无一的武学奇才了 你让我去给你守丹门 当年为老夫守丹门的是一名五星丹王 怎么 又想回森林了 你 还不快去 就知道送我回森林 除了这个你还会说个啥 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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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爾 當年我若有著上古丹魯 怎麼會煉不成青木長聖丹 如果這樣 你也不會因為給我擋下天劫 而魂飛魄散 我去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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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力量 我以为你支持你 我们俩下来 你俩下来 你俩下来 我俩下来 你俩下来 我俩下来 你俩下来 你俩下来 我俩下来 难道是八匹圣丹 那里面炼丹的 岂不是八星丹圣 怎么可能 我兽人欲怎么可能会出现八星丹圣 怕事 我等都是丹修指 中小炼丹法门 都知道这炼丹途中 就算是八星丹圣 也无暇分心 趁着这个缝隙 咱们联手炼了它 丹蓉水咱们停分 要王说的对 此次机缘一辈子难得 管他是单尊单尚 诏杀不误 好 正好让他试试我从鬼市买的火灵伞 上 还有个小子守人呢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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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时间了 走 上 过来 就想过去 饶死 这位仙人 我们无意之中暴犯了你 我们知错了 仙人饶命啊 祈祷永远不识泰山 祝仙人恕罪 对对对是我们一世伯父的 永远不是泰山 仙人饶了我们 是我们一世伯父 这么厉害 幸好不是我的敌人 否则后果不堪说想 小子 你没事吧 没事 成了 老夫练丹气有不成的道理 这上古丹卢和丹芳就送你了 算是你替老夫守门的报仇 小子 要给老夫好好修炼 老夫还指着你转修呢 要是敢偷懒 我就吸干你的灵气 前辈 我以后有事怎么找你啊 你当老夫是你的仆人吗 好 老夫的包子 好 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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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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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兰墨依 你要是有钱还我了 就来一品楼找我 来来来 客官 您是吃饭还是住店 我是来应聘你们这个 后勤司徒司长 应聘的是吧 对对对 那您稍等啊 我去叫我们老板 那好 来 来 老板老板 我们应聘 应聘 来 应聘副司长 对 有眼光 那我就给你介绍介绍我们一品楼 不是跟你吹啊 方圆三百里 我的一品楼那是最大的酒楼了 压坐八十个 跟你说啊 下到刚回走 上到九十九 都在我这吃过饭 现在年轻人醉酱什么 机会平台 有了平台有了机会 那挣钱不是事 只要不偷懒 我这里有一句话说得好啊 不怕你能干 就怕你不干 大声告诉我啊 干还是不干 不干 你妹妹的 吃 我叫傅妍 是来的副司长 你好 吃 你别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想必 你就是这里的司长了吧 以后请多多关照 有事就治一下 吃 吃 漂亮 你忙你的吧 你忙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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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没有利用自己修仙的身份去赚不义之财 还能和寿人和睦相处 应该是个心底善良之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蓝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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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太着急突破解弹中击 竟然必须谋入侵了 蓝姑娘 蓝姑娘 老公 蓝姑娘 正在突破自身修为 但急于求成 好像有点走火入魔的迹象 你赶紧帮帮她 是 蓝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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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公 之前信号凌厉太多了 先行告退 好 你赶快走吧 走吧 真好看 你醒了 多谢公子出手相助 没事 去收拾了 去收拾了 对了 这个是上次欠你的钱 剩下的我下个月再还给你 你不着急吧 没关系 等你以后有了再给我吧 那行 要没什么事 那我先走了 拜拜 你休息吧 休息吧 来来来 贤婿啊 今日咱们呀 要多喝几杯 听说你又炼制出了几枚丹药 真是了不起 财貌双全呐 来 伯父敬你一杯 伯父这心里啊 一直有个事就是零二年纪也不小了 但是对你呢 是一片痴情 是不是你们也应该考虑考虑这婚姻大事了 伯父 炼丹一脉本就学无止境 我呢 想趁着年轻 多提升一下自己的丹法修为 不想被儿女情长所羁绊 至于我跟灵儿的事情 以后再说吧 要说这炼丹吧 真是不简单 就像那次承熙和声庙 那丹药问世的时候 简直就像大仙下凡一样 又是打雷 又是闪电 真吓人 说来听听 贤婿想听 好 那我说说 据说呀 是有人炼出了一枚八品圣丹 引来的丹结 这枚八品圣丹啊 人若是吃了 能长生不老 能与天夺命 厉害得不得了啊 所以这一问世 就引来了众多人的抢夺 结果怎样 那还能怎样啊 都死了呗 像什么丹青门的丹亲子啊 玄清宗的宗主啊 什么药王谷的药王啊 散修鬼大人啊 只要是有头有脸的炼丹大家 全都来了 可是都被这位 炼出八品圣丹的大仙 一巴掌给拍死了 你说这些人他也不想想 能炼出八品圣丹那得是什么人物 何须人也 一群被猪油蒙了心的家伙 所以说呀 贤婿 人活着有追求固然是好 可是这婚姻大事也不能耽误啊 受人鱼怎么会出现丹圣呢 扯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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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继续啊 今天是给贤婿庆贺的大喜日子 不聊别的了 六子 六子 把我刚弄好的八枕汤给我端上来 行 贤婿 你没事吧 你说你这个畜生啊 不在后厨打砸你端什么盘子啊你 贤婿 抱歉 实在是抱歉 这六子肯定是看客人太多了 忙不过来 就让这畜生帮着他打砸 没想到 叫了咱们的雅兴 既然这样 那就把他杀了吧 啊 什么 你说你这个畜生 怎么说 你也是白白给我做了三年的苦力 可是今时今日 你把我贤婿的衣服弄脏了 你的性命 也就到此为止了 黄泉路上 你好走 住手 我说你们今天一个个想造反啊 你不在后厨洗碗 上这干嘛来了 行 我扣你工资啊 人家一个不小心而已 没必要杀了人家吧 这种畜生 我想杀就杀 你奈我何 信不信 我连你一起杀了 那就要看看阁下有多少斤两喽 是 回合 你 别 supplies 我 原来是个修仙者 怪不得这么嚣张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我欧阳子萱的厉害 千 混账小子 自尋死路 原来是个修仙者 化一成兵 两卷 果然有两下子 让你尝尝我丹火的厉害 老公 小心 这丹火可不是一般的丹火 对啊 我也是有丹火的人 是丹火 怎么可能 炮汕 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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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没事吧 显薛 显薛 没想到 你不但是修仙者 还是耽误双修 司长 你走吧 以后别在这儿待着了 赵老板 没什么事 我先回去洗盘子了 你 小副子 小副子 来来来 赶紧把这鱼啊 送到天字号雅间 快去快去 干嘛呢你 你怎么能让傅爷 干这种粗活呢 你行不行 我立马让你卷扶给走人啊 不是 掌柜啊 他就是个洗碗啊 你懂个屁 傅爷是到这儿体验生活的 懂吗 以后再见到傅爷 就要像见到我一样尊敬 不 要比我更尊敬 什么 傅爷您这是干什么呀 别见您一身 这脏水我来的 我来的 您歇着啊 傅爷 这也不用您干 这有人干 我一会儿让别人干 我泡好了茶 泡好了茶 您先歇着喝点茶啊 傅爷您就踏踏实实地待着啊 傅公子 这些日子都有冒犯 都有冒犯 您可别干这活儿 这不需要您干 赵老板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我是不小心才到这儿来的 有机会我肯定就走了啊 你别管我了 这是气话 您可别洗才不用你洗 你烦不烦哪 傅公子 你再老跟着我了 傅 傅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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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客官 吃点什么啊 随便来点 行 稍点啊 快去 你听说了吗 昨天雷泽岛上有一宝出现 连天都照亮了 你也听说了 快给我说说那是什么宝 听说是九千年一开花 九千年一结果的寿虚果 能让时间倒流 或许碎空呢 这么厉害 那还真是个宝贝 看来不知道又有多少人 要强迫头了呢 管他的呢 反正又不关咱们的事 公子 到我房间里来 蓝姑娘 咱俩发展的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雷泽岛说虚果现世 此果有破开虚空的神像 这是你离开这里的唯一机会 你怎么知道我要离开这儿啊 我 你监视我 你是不是喜欢我 少贫嘴 我跟你说正事呢 你说的这些啊 我都已经听说了 过两天呢 我准备自己过去看一看 我可以和你一起去 你果然喜欢我 你想多了 你干嘛 你起开 家父在世时 曾传授我一套炼制杜厄丹的秘法 不受星品限制 杜厄丹 可欺骗天地规则 躲避仙劫 而直接飞升成仙 但是炼制杜厄丹 还需要一个重要的药材 就是万年以上天地孕育的灵果 如今授虚果出世 正是炼制杜厄丹所需 所以这枚兽虚果 我势在必得 莲儿 到时我再给你炼制一枚助颜丹 我们化作一对神仙眷侣 自由自在 岂不快活 真的 谢谢你子贤哥哥 可是炼制杜厄丹还需要一味服药 就是杀一万只兽人 取其精血 熔炼在一起 因为兽人的精血 有驱魔封印之功效 要杀这么多兽人哪 多吗 我觉得跟我们得到成仙相比 这点付出 根本不多 走吧 畜生 居然要杀一万只兽人 兽人在人族眼里 从始至终都是低等下践的种族 所以可以随意践踏杀戮 可以随意践踏杀戮 可以随意践踏杀戮 小心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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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下去吧 是 哼 跟我抢兽虚果 自不量力 啊 你说是吧 嗯 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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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破地方呀 不让飞还不让用法术服了 万年异国皆有灵性 此受取果为了自我保护 形成了一种禁止 走了 来 慢点啊 来 姑娘 你先歇会儿 我去打点水 来 来 来 蓝姑娘 给 你也喝 我不喝 对了蓝姑娘 我一直想问你 你到底是谁啊 你不是知道我的名字了吗 我所在的门派 加飘渺宫 飘渺宫 嗯 丹霞飘渺 临上野三山 先去不能攀 飘渺峰是三山当中的最高峰 飘渺宫就在上面 我们飘渺宫中只收女弟子 并从中选出优秀的女子 作为圣女培养 而我 就是那个被选中的人 哦 原来你是圣女啊 嗯 那 你呢 哎 小孩儿媚娘 说来话长啊 父亲您曾说过 浩天宫 乃上品灵器 秀未不道分神七者 万万不可驱动 否则会被灵器反噬 如今受虚果仙逝 炼之独鹅丹 吾就可得道非先 但子萱惭愧 遇到了丹五同修的高手 我决定 以家传的九阴黄泉丹 强行提升修为至元英旗 请出浩天宫 待子萱杀了那小子 夺取授虚果 赐回来父亲的临位前请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来是这样 时间不早了 咱们走伯朗姑娘 走 不早 咱们先看看情况 看来一会儿 拿它出手了 未必 这瘦虚果是一万八七年才形成一次的天地质堡 可逆天改命 像这样的质堡 周围一定凶险换分 你看他们迟迟不动手就明白 这瘦虚 欧阳子玄 欧阳子玄 第一练丹尸 欧阳子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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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来了 受罚成第一练丹尸 不是 他修会怎么提升这么多 有他才可就棘手了 父兄别来无恙啊 这瘦虚果 我是在必定 有我在 你想都别想 我还告诉你 我今天不但不会让你拿到瘦虚果 我连瘦人都不会让你杀一支 原来你都知道了 但是结果还是一样 当我者 死 善炮 嗯 说你法力高深 挡不住你 我听闻 飘渺风上的飘渺宗 历代都会选出一位圣人 不论是修仙体制还是样貌 皆为上上之权 自幼便会在飘渺风 接受最顶级的修炼 等修炼满二十载后 便会出世历练 然后回飘渺宗 接受宗主之位 想必你 就是这个人吧 亲人 哼 寿虚果本来就是无主之物 谁有能力谁得 你们这玄奈小鬼 怕谁 嗯 莽夫 不知道这里不能欲空飞行吗 真该死 我也不疼了 老子汤水漏去 嗯 你看 羽主 走 先进去了 咱们也跟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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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姑娘 小心别被吸进去啊 那 好 我 作词 是 船路 是 那 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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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有妖兽 就这点胆子还过来躲跑 散开 又怎么了 有虫子啊 臭眼 赶紧走 哼 你 是不是 你 你 没什么 你 i know you 啊 啊 我去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家虫皇 修卫至少是在原因期 看来欧阳已经被我们抢先一步了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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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主 你去透过世 沿岛 沿山 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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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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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你别管我 去拿手巡棍 我怎么可能不管你嘛 公子小心 公子 公子 是我连累你了 那你就以顺相许吧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小心 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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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去 这是什么鬼地方 这里是七星坟种 坟种 就是坟券子呗 真晦气 赶紧走走走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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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人救救我 公子 求求你救救我吧 你不是那个谁 谁谁谁的女朋友吗 欧阳子萱 就是他骗我来这儿的 但是路上我们遇到妖兽袭击 他丢下我一个人自己就跑了 公子 若是您救了我 我的人和一品楼都是你的 一品楼 你跟一品楼什么关系啊 一品楼是我父亲赵有钱开的 我是他的女儿 赵灵芝 公子 这里和雷泽岛相反方向 他怎么会在这里 我觉得其中一定有诈 公子 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是死吧 而且 我一听张老板说过 他确实有个女儿 就差一点 居然没有射死那小子 你在这儿看着这女人 我去找那小子 你明明知道我也在这儿 为什么还要下这么重的手 揍我的女人就必须付出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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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这是哪儿啊 我们现在在一处山洞当中 可是洞口已经被堵住了 如果强行打开 怕是会引起山体坍塌 在那儿有一处小道 咱们去看看 好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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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都画了啥呀 回老公 这些话好像是说 很久以前有一个人用自己的鲜血 解开了妖族封印 放出了一只双尾蝎精 妖怪出来之后 作恶无数 残害生灵 最后一位高人做法 将妖怪给制服 使用寿虚神术的果实 将它封印在地下的棺材之中 走吧 小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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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小妖怪 Москв 你看 谁在那儿 你再不说话我不客气了 我爱你 爱你 司长 你怎么在这儿 你手都破了你赶快包扎一下 你娃娃傻的我听不懂 我说你包扎一下你的手 我都说了我听不懂就变娃娃了 这些话好像是说 很久以前有一个人用自己的鲜血 解开了妖族封印 放出了一只双尾蝎精 你不是要把那个妖精放出来吧 你不是要把那个妖精放出来 混蛋 我受死了 人呢 出来 少在这里给我装神弄鬼 难道你是怕了吗 何方妖孽 搜上门的事物 就是修为有点低 我歇中女王终于出来了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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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走 你怎么回事 好 好 走 快 我 我 GSA 不要 不要 nan 别 我 不要 吃 滚 快快快快 给我住手 又是送上门的食物 还来 救命 抓好 笑 将领 我看你有多大的能耐 老公 小子有点能耐 就算你援淫破碎 也挡不下我的十万天火 小子有点能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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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eet man 居然在这个时候 突破修为 居然用兽虚骨强行突破修为 但你根基不稳怎么和我斗 邪神献 好 痒 啊 居然是神兽榜中排名第二的雅字 此龙性格高傲倔强 这小子也就是话音极雄伟 为什么能召唤雅字为他所用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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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打不过可以跑啊 想要老夫跟你一起入魔啊 好厉害的歇腰啊 你 你到底是谁 你 你到底是谁 精灵 华剑 我 啊 臭小子你不要命了 你当出来得挺及时啊 你 公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怎么了 担心我了 对了 刚才是他救了我 哦 公子 小心 蓝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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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龙姑娘 小子 这位轻入长生丹 那去救他吧 这样再救活他 废什么话 老夫练的丹药 岂是等先之物 老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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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善良 善良 你 你找我干什么呀 我有个东西想要给你 什么呀 这是我们飘渺宫只有圣女才有的信物 送给你了 那我也送给你个东西 给 龙凤碑 怎么会在你这儿 这败家娘们儿 世尊 傅言舍身取义 帮众生度过了十万天火劫 消灭了蝎子精 绝非信术不正之人 而且 她现在已经准备离开圣人狱了 世尊 徒儿的任务已经完成 此次下山 自知修为浅薄 希望能够继续在飘渺宫修炼 依儿 你的圣女领域都送给那位男子了 岂能安心在宫中修炼 傅言 杨姑娘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 有没有把我给你的信物送给别人呀 那怎么可能 这给你送我的定型信物呢 傅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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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回去吧 我走了 拜拜 一龙平安 傅公子 傅公子再见哪 傅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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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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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树儿欲买的半张残土 是上古战场的藏宝头 依然自己诉伤的人 无自量力 好久没人能让老夫全力以赴了 这小子身上到底还有多少命 我真的动机手来 我们一点活生的机会都没有 统通天界都千难万难 这双脚无异于自寻死路 势在必够 老公 以你现在的修为 可以不用御剑飞行了 那我怎么飞啊 灵气画意啊 啥意思啊 就是用灵气画画成翅膀 会比御剑飞行得更快 更灵活 那什么 那怎么画啊 那怎么画啊 哇 帅啊 这才是郑宗的休闲法啊 老公等等我